請問講一下這次晚宴的一些特色 如何運用我們在地的食材跟料理 很榮幸我們這一次高雄萬豪酒店 特別接到這樣的一個全球性的任務 對我來講也是人生當中很特別的一件事情 那主要是說這位貴賓我們了解到他 我收到訊息是他有些飲食的禁忌 像他不吃辣的然後不吃海鮮 所以我希望說在這方面菜單設計上 我就避開這些飲食的禁忌 那我又想要在這一個很難得的一次 台灣商業全球的這一次的一個平台上 我很想推廣我們的推薦給他分享給他 我們高雄在地的一個食材 所以我特別把高雄的一些食材 把它融入到我們的一個菜單設計理念裡面 那第一道菜我們設計了一個高雄很有名的 用蒜頭去把它做爆香之後 然後我們台灣的一個鴨肉剝食之後 去給他做烹調 那第二道菜 我結合了我們美國的一個Premium的五股牛小排 那搭配我們大樹香非常有名的一個 大樹香的一個鳳梨的醃製的手法 我們來做一個醃鳳梨 然後來靠這個五股牛小排 那剛好最近又盛產百香果 我們用百香果來做一個Sauce 搭配這個牛小排來使用 那第三道菜我們用 那馬像非常有名的一個珊瑚椒 它珊瑚椒有一點淡淡的檸檬香 用這個特殊的香味 然後來去提香我們這個去腥 然後提味這些我們台灣這個非常有名的一個台灣的豬肉 然後做一個烹調 做一個結合 最後一道菜 因為最近我們高雄的湖內鄉 非常有名的一個蓮藕 現在正在生出 所以結合我們高雄非常有名的烏骨雞 來做一個結合多一個燉湯的湯品 讓它享用 然後我們把一大盤煎在兩面 然後先走 讓它煎到八分頭左右 都會 criticism 因為就是這個属卸 煎하는데非常有名的 中文字幕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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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